樱桃小丸子,现实爷爷很糟糕,偷窥家人洗澡还偷钱。 日本人气漫画《樱桃小丸子》原作者樱桃子,15日婴入癌过世,享年53岁。 陪伴许多人成长的童年记忆,三、二年后,眼眷叹息。 让许多喜爱小丸子的粉丝相当错愕,纷纷上网留言哀悼,感谢有你的童年。我最爱的小丸子,作者永远的回忆,谢谢你。 家中经营蔬果店的樱桃子,出生于日本靖岗县清水市,1984年以漫画家出道后,1986年以彼名樱桃子,创作以自身童年经理蔚蓝本的漫画《樱桃小丸子》,故事内容生动、诙谐,也让樱桃小丸子,在日本与亚洲地区大受欢迎。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不过樱桃子现实的家庭生活似乎跟幸福美满的樱桃小丸子一家有所落差,尤其是剧中最宠小丸子的超能爷爷有藏。 据樱桃子在闸记中自述,他的爷爷根本是个糟糕爷爷,他还以狡猾、坏心眼等字眼形容爷爷不仅偷家人存钱筒的零钱,还会欺负媳妇偷看家人洗澡,妈妈和子子及他都吃过苦头。 全家人都不喜欢爷爷,爷爷过世时,还因仪容像是星星在呐喊,让子子忍不住大笑。 樱桃子也表示,作品中那些幸福美好的样子,其实是自己对理想家庭的向往,尤其是理想爷爷的样子。 樱桃子